小哥带你给我滚出来 你要耍糊的话 我再叫警察 叫警察也没有用 赶紧我滚出来 滚出来 小姐 你干什么你 摔什么困难你 还在呢吗 一时半是走不了 乖啊 趴在姐姐肩膀上睡觉啊 睡觉啊 真好 我叫你那怂样 你这个傻样 你瞎成这样 别说我 你也试试 谁怕谁啊 你等着 你看我今天怎么瘦的 告诉你啊 他身上可有刀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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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了 你想让他把我捅了 你要找个年轻的 别说这没用的话 现在咱进这屋 得马上立功 发现他们老赵家有毛利 向领导举报 这屋子才能保得住 那 那怎么弄啊 这不是寻思 你快点寻思 怎么咱这么浩浩不过他呀 你想 咱们每天得等他睡着了 他们家人也跟着睡了 咱偷听什么呀 咱也困了是不是 得想法调虎离山 咱们灯没关之前 给他引出去 咱们养 咱们 咱们 你 我 要 你说民航局会给你安排什么工作 反正不是空姐 因为你带眼镜 管他安排在什么地方呢 只要不去插队留在大城市就有机会 干什么工作不得一瓶表现呢 是不是 你有这个本事 回头给我找个飞行员二姐夫 那可够风光的啊 吓人狠掉 偷日乐了 偷日乐了 得嘞 谁啊 是傻圈吗 谁啊 你干什么去了 我抓贼 没抓着 我 我刚才听到外头有动静 是刘侃她媳妇 刘侃她媳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成天鬼鬼祟祟的 下次我抓住她以后 要好好地收拾收拾她 差不多了吧 我早就觉得差不多了 有用没用的 你全都带了 妈刚才说了 人在外面缺什么都不行 三姐 你没听见 妈是这么说的吗 年婚我没记住 缺针难封衣 缺散难遮雨 万事不求人 指图保平安 是这么说的吧 对 就是这么说的 妈的话说的是解放前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看 我给你这信片上 把邮票都贴好了 你要是去那儿 一个月都不能回来一次的话 就得写封信回家 知道了 妈 别啰嗦了 呦 你还向我啰嗦 你当妈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你赶紧收拾啊 别乱糟糟的 一会儿你爸回来 别让他心烦 小丑 你看 爸爸马上就回来了啊 老大 你爸回来没有啊 我爸马上就回来 那你在这儿等着啊 等着回来你告诉他 宿眠工作的时候出问题了 什么 这是小厨吗 对 何叔叔 您刚才说什么 宿眠的工作出问题了 这事就没救了吗 无法挽回了 关键是这儿的宿眠队抓住不放 质问民航局为什么走后门 而且还是派 有些话 我也不好再学了 那我就不等老赵回来了 弟妹啊 千万别生气 留得清晨在不怕没柴烧 他何叔啊 这人要是倒霉啊 喝凉水都塞牙 你放心吧 我不会生气的 我经历的太多了 这算什么呀 那就好 我走了 那我不送你了啊 别送别送 这个人是来送信的 得查查他背景 过来过来过来 你说你管那么多干嘛 只要在房子板上钉钉 你不就完了吗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啊 得学会正一只呀不一只呀 知道吗 哎呀 你树敌太多 以后咱怎么在这个院里待呀 你动个屁呀 这是无产阶级跟资产级的较量 是东风压倒西风的问题 咱俩姐 起来吃口饭了 你怎么会干吧啊 不怪你 那天晚上我说外头有动静 你干嘛去了你 哎 我去追刘坎他媳妇去了 这叫调虎林山芝 既把拧开了好听我跟宿布说话 你整天干嘛了你啊 天天在家门口晃荡 等会有大事你就不晃荡了 我 你不认识什么呀你啊 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啊宿美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 你们还真怪不着你姐 你要不是出去刷包 人家怎么能知道这些事情 刷包 我要 我要不是摘了你不清不白的光 我能刷包吗 顶嘴是不是 你顶嘴是不是 爸快快快快 爸 你干嘛呀 爸你别生气 你别生气 爸 你打死我 你打死我 我就生气气了 你想照我的管呢 爸 你还没有出去 爸 你上一会儿赶紧看你 怎么回事啊你这事 我都给你爸顶嘴啊 人有邪灭 天必逞之 爸 损人利己 天地不容 我看他媳妇 你可把我拔的 你 来了 到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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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滚出来 我让你给我滚出来 你要耍糊的话 我再叫警察 叫警察也没有用 赶紧我滚出来 滚出来 小春 你干什么你 杀什么困难你 我干你 有本事 你给老杰进来 好啊 只要你们俩给我把这阴子 今天啊 我不让你们给我躺下 我就不是杀你 我怎么给你骗子啊 走来点 快 小春 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叫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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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杀春 你可犯法了 你犯什么 犯什么 犯什么 我犯什么法了 我告诉你 我砸我自家的玻璃 我犯什么法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妹妹的事情 也犯不了我干系 你 我跟你拼了 杀杀杀 杀春 爸 他们太过分了 我今天 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们 回出去 他疯了 他疯了 疯了 你去给你妹妹打抱不平 我不怨你 可是你得想想现在爸爸的处境啊 你倒是出气了 人家会变门加厉地整治我们 你懂吗 咱们在明处 人家在暗处 防不胜防 我跟你说孩子 讲势力的人 永远不跟不讲势力的人打交道 君子跟小人斗 是小人长胜 西部那个姓陈的 他不坏 解放前他就住这个院 我们是邻居我了解他 就是自私一点二战点小便宜 嫉妒个人什么的 他跟刘侃不一样 那个刘侃 说他是投机分子都抬举他了 像这种人是恶人 你不理他就是对他最大的蔑视 你知道那天是我自己中计了 刘侃他的媳妇把他故意引开我 我追过去一看 他的怀里只有几个馒头 当时我还纳闷呢 今天素棉这么一说 我全都明白了 是我中了他们的气 爸 你可千万不能生素棉的气啊 我不生气 这件事情啊 你不要想得太多 怪不着你 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正成我们 在别的事上 也一定会再找麻烦的 他敢 行了 没你什么事了 你去吧 爸 那我去把您的饭给您端过来去 我饿 我想喝点酒 行 我去给您弄几个下酒菜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这事怎么能怨你爸呢 不怨他怨谁啊 他要不是给你办这民航局的事 能有这事吗 怎么又转回来了 我不是说了吗 我就是不办民航局 我爸没有历史问题的话 我现在就在学校的文代会当委员了 我就可以光明正大 顺理成章的去工仙队的工厂那干部了 就不用去插队了 这不是背黑锅是什么呀 爸 那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你爸的历史问题 那是他们上级误会了 早晚得搞清楚的 不能说解放前认识几个国民党 就是叛徒了就是特务了 那我还认识村里的那个保长呢 那是什么呀 真是的听辣了鼓叫还不中庄去了 妈呀您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 我请告您啊 您还是用思想的话 这一出门就会让人抓去的 您不但对文革一知半解 什么都不懂还信口开河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的存在 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取得胜利 但是呢在思想战线和 你别再给我上政治课了啊 妈不懂不懂 那不懂你就别劝我了 我自认倒霉还不行啊 塔尔姐 你就别生气了 都是我不对 我都自认倒霉了 你就别笑我了 行了 你搁了 走 那你把饭吃了啊 惹不起咱躲着起 老老老老老 天天就吃这点破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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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